这里是牛羊沟 沟里还有村民的宅院 紧邻牛羊沟的西侧 就是秦咸阳宫一号宫殿的夯土遗迹 现在我正走在秦咸阳宫一号宫殿的夯土高台遗迹上 这里是少有的可以确定的抽离时间维度后 在空间维度上能够与秦始皇擦肩而过的地方 这里是秦咸道沟 是秦咸阳宫当年东城墙的所在 紧邻西面的这里 是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六号宫殿遗址 有许多朋友推测 当年的荆轲次秦王 很有可能就是发生在这座宫殿里 大家好 本期视频 我们来实地探访秦始皇的秦咸阳宫遗址 2000多年前 这里是大秦帝国的朝政权力中心 自秦孝宫迁都到这里 一直到秦王朝灭亡 在长达144年的时间里 这里逐渐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 人口有接近100万之多 这是文宝碑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咸阳城遗址 商鞅变法 荆轲次秦 指路为马等重大历史事件 都是发生在这里 秦始皇就是在这里 施展雄才大略 运筹帷幄 发灭六国 一统天下 万里长城 秦之道 都江燕 灵渠 郑国渠 等汇集万事的重大工程 也都是在这里做出的决策 前面这一片 是三号宫殿遗址所在 一号 二号 和三号宫殿的遗址 已经进行过考古勘探发掘 这里有一座石碑 中日有一林 这边是秦咸阳城 三号宫殿遗址的文宝碑 来看一下卫星地图 这是现在的西安市区 这是现在的咸阳市区 这是当年汉长安城的所在 我们正在探访的地方 位于这里 属于秦咸阳城最核心的区域 也就是秦始皇所居住的秦咸阳宫所在 秦咸阳宫所在的这片区域 东西长度将近900米 南北宽度接近600米 考古发现了城墙墙基的遗存 以及七处宫殿 其中的一号宫殿 二号宫殿 三号宫殿 已经进行过勘探 再来看一下周边更大的范围 这是秦咸阳宫遗址的所在 在北面不远处 盘踞着汉高祖刘邦的一家老小 刘邦和吕后两口子 以及刘邦的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都长眠在这里 来看 这是刘邦的陵墓 这是吕后的陵墓 这是七夫人的墓种 这是刘邦和吕后的女儿 鲁元公主之墓 这是刘邦和七夫人的儿子 刘如意之墓 这是刘邦和吕后的儿子 也就是刘邦的长子 汉惠帝刘盈的陵墓 安陵 唐太宗李世民的爷爷 唐高祖李渊的父亲李炳 也埋葬在这片区域里 这里就是李炳的陵墓 星宁陵 来看一下无人机的拍摄 眼前下面的这一片 就是秦咸阳宫的一支所在 一号 二号和三号宫殿 位于宫墙内西北角的区域 位于东北角这里的是六号宫殿 这里就是牛羊沟的所在 它被认为是秦咸阳宫里 一条重要的轴线 而一号宫殿 则是横跨在牛羊沟的两侧 早在1974年 考古部门就已经对一号宫殿这里 进行了详密的勘探 调查结果令人震撼 今天我们会前往这里实地探访 就是这里 一号宫殿位于牛羊沟西侧的夯土高台 仍然静静地安卧在这里 再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是秦咸阳宫遗址西北角的区域 这是文管所 这是二号宫殿的遗址所在 如今地面痕迹已经无存 这是供游客徒步参观的线路 我们刚才就是从这里走进来 这一片是三号宫殿的遗址所在 如今地面痕迹也已经基本无存 在三号宫殿东面偏北 紧连着的就是一号宫殿 这里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探访的目标 回到地面 继续我们的探访 现在我仍然是行走在三号宫殿遗址的地面上 从这里向东 前面就是通向一号宫殿遗址的道路 当年的二号和三号 以及三号和一号宫殿之间 都有回廊和副道相互连接 在这片区域以及周边范围 已经发现建筑遗址33处 包括东面的兰池宫遗址 北面的望夷宫遗址 在这片区域的西部 北部 南部 分别勘探发现有50米宽的大道遗迹 呈两横一纵分布 构成当时的外围交通主干道 在这片区域的西部和北部 还分布着面积达230万平米的 官署手工制作区 管理及服库区 围绕着咸阳宫 秦咸阳城的范围及宫殿群 其实非常庞大 离宫别馆 亭台楼阁 绵延300余里 根据史料记载 有270多座宫殿相连 包括秦始皇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 模仿被其罚灭的 其他六国宫殿建筑风格 在咸阳园上仿建的六国宫 已经来到了一号宫殿遗址的近前 秦咸阳城一号宫殿遗址 这位老哥姓陈 曾在陕西日报社和陕西省委工作 也是一位历史文化爱好者 这里就是一号宫殿 位于牛羊沟西侧的 夯土台积遗存 东西长60米 南北宽45米 高6米 东边紧挨着牛羊沟 现在 无人机从牛羊沟的沟底起飞 沟里的这片区域 如今已经进行了清理和加固保护 一号宫殿存留至今的夯土台积 就锦铃沟盘西侧 1974年前后 考古部门对这里进行了全面勘探 这是当年勘探作业后的照片 这是当时从这里出土的几何纹空心砖 体量巨大 铺设于台阶表面做踏步使用 具有体清 省料 防潮等特点 还有 太阳纹方砖 米格纹方砖 这是出土的板瓦 这是陶制排水管道 2000多年前的建筑排水系统 又一次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这是地面铺有方形地板砖的房间 带有地漏结构的排水设施 这也是地面铺有地板砖的房间 室内带有取暖的壁炉 还发现几处用来储藏食物的冷藏窖 这些树井的深度达10至18米 井壁上早有左右角窝 供人上下 树井的底部安置着陶制的窖底盆 这就是出土的陶制窖底盆 勘探结果还表明 现在遗留下来的夯土高台 只是当年一号宫殿的一半 在牛羊沟的东侧 还有对称的另一半 地面夯土现已无存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经过考古复原后的一号宫殿原貌 究竟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号宫殿的复原图 这是一号宫殿的木质复原模型 这是西边的宫殿 中间横跨牛羊沟 这是东边相对称的宫殿 再来看看一号宫殿的三维动画复原展示 以牛羊沟为中轴线 东西两侧建筑群对称布局 横跨牛羊沟之上 中间有廊道相连接 主殿位于二层高台之上 殿外有露台 可以俯瞰四周全貌 一号宫殿建筑群的结构 楼廊环绕 风格飘逸秀气 不像是大潮正殿 推断 这里应该是秦始皇休闲享乐的后宫 在二层主殿旁边的房间里 发现有取暖的壁炉 还发现有符合浴室结构的房间 应该是专供秦始皇临幸使用 在下面一层的南排 有多间40平米左右的房间 四围妇女居住的卧室 相邻的房间里 有符合冠洗和沐浴特征的结构 应该是秦始皇的后宫家丽们 生活起居之所 滚滚红尘两千多年 如今只剩下这半侧土丘 这座荒芜的高台夯土 是秦咸阳宫遗址里 我们唯一可以零距离 直观触碰感悟的旷野遗存 现在再到上面去看一看 我们下期见 大家来看前面的这一片平地 这里就是当年主殿所在的位置 1974年考古勘探时 发现的那根都柱遗迹 就是位于这里 都柱就是大殿用来支撑屋顶的晴天柱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粗的都柱 柱子的直径达到68厘米 通过推算 大殿屋顶的高度至少有17米 相当于今天五层楼的高度 发现都柱的居室是整个宫殿面积最大的 地面涂珠红色 推断这应该是供秦始皇使用的一号宫殿的主殿 现在我们把镜头转向南面 正南面的这片房古建筑群 是正在建设的咸阳市博物馆新旨 当年秦始皇站在这里 可以直接远眺南面阿旁宫的方向 和更远处的中国卢脉秦陵北路 这边是我们刚才经过的三号宫殿遗址 这边是二号宫殿遗址 北面远处是望夷宫 东面远处是兰池宫 走在秦咸阳宫一号宫殿的夯土高台上 这里是少有的 可以确定的 抽离时间维度后 在空间维度上 能够与秦始皇擦肩而过的地方 现在来到了牛羊沟的近前 当年在牛羊沟的对面 是和这边对称等同的高台宫殿建筑 如今地面的夯土已不存在 牛羊沟这里正在进行整修施工 沟里下游这边还有村民的宅院 牛羊沟的上游这部分 似乎是按照旅游景区的模式 在进行规划 完成了初步施工 已经感受不到原始的味道 现在我来到了另一条沟 季家稻沟 这里依然保留着荒芜苍凉的味道 这里是秦咸阳宫遗址的最东北角 沟畔这里还残留着许多 已经废弃的地坑窑 锦林季家稻沟沟 西面这里就是秦咸阳宫里的六号宫殿遗址 六号宫殿遗址 从去年开始展开了考古勘探 目前仍然处于封闭状态 现在转接到无人机所拍摄的画面 下面这一片区域就是秦咸阳宫遗址 这是西城墙基的所在 这是南城墙基的所在 这是牛羊沟 这是我们刚才探访过的 一号宫殿高台夯土遗址 这里就是位于秦咸阳宫内东北部的 已经进行考古勘探的六号宫殿遗址 在对这里进行考古勘探后 发现驱齿形墙体与壁柱 台阶与斜坡通道 屠珠地面等 复原面积约1000平米 具备秦国政务大殿的条件 而且在这个六号宫殿遗址的南面 两年前勘探发现出一条50米宽的大道 直直通向这里 这条古道也许就是当地民间世代相传的官道 考古人员则称之为帝国大道 有一些历史文化爱好者朋友们纷纷推测 这里很有可能就是秦始皇召见荆轲和秦武阳的大殿 当年荆轲赐秦的悲壮往事 很有可能就是发生在这里 在六号宫殿北面的这一片建筑遗迹 也规模庞大 在这里发掘出来的住处时 整齐有序 排列密集 秦咸阳城以及秦咸阳宫的考古工作 自上世纪六七世年代至今 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几代考古工作者们为此辛勤付出 让我们共同期待 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更多的惊喜被展现出来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点赞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关注